時間八分鐘 主席我們是不是有請夏主委 賴維亞好 主委你好 很多人都說 其實好像是說 別人都不懂得 那個兩岸關係 其實我要跟你講 我們的台連黨的黨主席 也做過入委會主委 我知道 非常懂 好 那我想要 今天要請教的 還是說針對於馬錫會 馬忠仁不在 我想比較重點 我只要問你一個問題 這個我們馬錫會裡面 我們這個會後的記者會 這個國人有一個疑問 就是說 這個對方由張志軍來召開記者 我們這邊由馬英九來開 那如果說以你來講 你認為說如果說以這個職務的值等來講 張志軍他的值等是相當於馬英九還是跟你的比較相當 他的值等跟你是哪一個比較接近 我想委員的意思說到底這樣他們這樣開記者會 你先回答我說你認為說張志軍來講他的身份是跟你比較相當還是跟馬英九比較相當 馬總統是我們國家的元首 那張志軍只是我的這個對岸的一些對口單位而已 所以在這樣來講你是認為說應該是張志軍是他的位階是跟你比較接近 那如果在這個情形之下 這個對方竟然是派出張志軍來開記者會而且先開 我們為什麼我們要由馬總統自己來開 我們知道說這個夏主委你是很一個優秀的外交官出身 我們知道說外交外交官都一定都深知到說這有很多是這種象徵的意涵 這個講的是講對等 講的是其實有的時候甚至連走哪一邊或站哪一邊做什麼事情都有他的意涵存在 那我們一個這個位階這個這麼明顯不相當的情形之下 這個到底這是我們的行政是我們的舒適嗎 還是這是馬總統自己質疑他要親自主持 還是說我們的像夏主委你事先有沒有跟馬總統提出建議或者是請他留意的地方 如果今天是一個聯合記者會 對方是張志軍我們是馬總統當然是非常不對的非常不應該 今天是一個個別的記者會我們自己選擇由誰來主持這項記者會 那個夏主委我問你一下說對這件事情你的意見你有沒有給馬總統建議是說由你來開還是說 馬總統對於所有這個出國的記者會一向他的慣例是由他自己主持 那這一次出發前他也曾經舉行過國內的這個記者會 所以我覺得這是沒有所謂對等這些問題而是馬總統他自己選擇 夏主委你如果說今天是別人這麼講 或許我們還可以接受你是外交官你還是要尊重一下你自己的外交專業 我是從純專業角度這樣告訴委員 你這個外交官能夠說為了這個講說這個沒有對等的關係 如果今天是中國大陸逼迫我們說要用不對等方式 其實今天是我們自己選擇是我們自由意義的 那你這樣是更憲總統於不義喔你這樣子講是總統這人家也沒有要求是要總統 或者是馬總統自己要的喔 總統做為一個民選的總統他非常樂意來面對這個媒體面對民眾 這個民選總統這是他取得總統身份的一個條件 跟這個外交的操作啊這個你們因為外交的應該要有這個警戒性 你如果這樣子講的話那變成是我們會讓人家接受我們整個台灣的外交 是unqualified的喔 我想這個跟外交的這個 不是啊外交連這個基本的這些象徵的symbol的這些象徵的意涵 這些該注意的你都沒有 馬總統到外面去這個不管是出訪或者參加這樣的會議之後 他願意來主持記者會 不是那個下去你只要回答我說對於這件事情 你有沒有給你有沒有給馬總統做建議 我想馬總統他自己做這樣的決定 馬總統自己做這樣的決定 是的 那意思就是說中國知道馬總統有這樣的習慣 然後他們有沒有可能是說他們就故意由張志軍要吃我們台灣的豆腐 我想 有沒有可能是這樣 我坦白跟您承認譬如說下章會之後我主持記者會他們是由發言人 這是各方的習慣不一樣沒有所謂對等不對等的問題 我們自己選擇 你還是針對我的問題回答 你剛才講的說這是馬總統自己的決定 你沒有給他建議 馬總統很早就決定在這個事後由他來面對所有的媒體 你說你說你沒有給他做任何的建議或者提供任何的參考 他知道對方是誰在主持 不過他這是兩回事情完全沒有所謂對等不對等的 不олог 不容忍 不容忍 這件事 不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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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主委 我靜默一分鐘 這個其實 容我講一句比較不客氣的話 這可能對你有一些 這個其實我是認為說 這一分鐘是要讓你在這邊划算一分鐘 因為你一個外交官出身 像這些事情 馬總統他要採用不採用 那是他總統的權責 但是你一個幕僚 你一個陸委會的主委 一個這是你外交的專業的 你竟然講講說 你都沒有跟馬總統建議 那我覺得你這是很嚴重的失職 我剛才我靜默一分鐘 真的容我講的比起比較不客氣一點 我真的是要讓你在這邊划算一分鐘 我的用意是這樣子 你一個外交官你竟然連這一個 你這些幕僚作業 你總統的話你都沒有跟他 你們都沒有考慮到說 這樣張志軍對我們的馬總統 這不是很明顯的中國是下士對上士嗎 這個並不是兩個人在一起開 我想委員一定要了解這個情況 我們自己做了一個自由意識下的選擇 我們民選的總統來面對 你如果說是自由意識 那更憲馬總統 不是說這是馬總統自起其路了 這沒有什麼侮辱的問題 大家在他面對 下作業你越說我越聽不下去 那你這樣子講 這個連五路都不是的話 那人最怕的說人必自我而後人武之 連這種的話 人家已經都把我們了 你還說唾沫自甘 所以還認為說這不是五路 一個張志軍對我們中華民國 我們兩千三百萬人民選出來的總統 你說他們沒有站在一起 就沒有不對等的問題 六百名媒體 大家都非常高興 總統能夠來主持這樣會議 當張志軍只問了三個問題就走的時候 媒體大部分是不願意的 只有我們的總統直接面對媒體 充分地回答媒體的問題 我覺得媒體是很高興有這樣一個機會 不是 這個我想我們整個的情形的話 你在跟我講什麼 這個張志軍他不願意回答 那是他們中國本來就是一向 就是這樣子的阿爸 或者是他們滿滿的 那是他們的素質問題 你拿他們的素質來跟我們的總統 我現在在問的是 張志軍的位接跟我們的總統位接 是相當嗎 張志軍願意自己主持 我們願意我們總統 這是我們的決定 這個如果這樣子的話 那是更代表是我們 第一個是我們自起其路 或者是說 這個我們根本連 這個到底是不是五路 我們連自己這種警戒性都沒有 這個夏主委 我本來我剛才還想說 你是一個堂堂的一個 一個政務官 一個主委 我剛才講出說 讓你在台上滑上 我覺得本來還有點不好意思 但是如果說你連這樣子的想法都有的話 我倒真的覺得說 那滑戰的話 一分鐘的話是剛剛好 那我再講完 一句話 你在那邊滑戰 其實我個人也是陪你在那邊站 但是我非常的遺憾是 禮拜五的時候整個的宴會 我們台聯黨竟然不能夠表達是 讓我們馬總統去中國的時候 我們覺得是說 真的我們也會非常的遺憾 那真的 還是一個政務官 還是有政務官的 你該有的該做的事情 謝謝 謝謝 主委留步一下 這個我們下午還會再質詢 我在這邊先跟您請問一個問題 這個不然的話我怕這個下午質詢 會沒有辦法聚焦 因為如果我們要處理這個 如果有同仁要問你們的這個逐字稿 我能不能請問這個逐字稿 總統在念 讀的時候 他是手上有稿子嗎 就是他是他自己去講的 或者是他是照著稿子讀 這個您在現場應該 有個基本的稿子在那邊 有個基本的稿子 所以是事先準備好的 是 好 了解 好 那請回 好 我們就 下午會從詹滿榮委員開始質詢 我們現在休息到下午兩點半 繼續開會 謝謝 是